我听到大家说什么 真有脸 现在挺流行这个的 南红 请出这个藏友 好 欢迎你 他们说的对吗 说你这是南红 对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块带骨肉 好多人在听着它 带骨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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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因为它像骨头 看着像骨头似的 对 外边挂着红的肉 好 而且是牛肉 牛肉 切一块牛排 变得四五层熟 好啊 但是它可比 这要是真的比牛排贵多了 好了 介绍介绍它的来历 当时这块石头在云南 过去以后 宝山 宝山 去宝山以后 八字解读人生 风水改变命运 大家好 居士 从业风水 二十六年 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都获得了巨大成功 跟对八字测算 风水布局 命力分析 事业财运 首相面相 感情婚姻 有独到专专研见解 如果你的财运不价 情感不顺 诸事烦心 原主可添加 本局是微信 二六六八二一三五 一一帮你调节化解 记住微信 二六六八二一三五 这个材料上发现 也是会有一些列文 这是因为它的地质环境所决定的 所以当时的这个矿呢 就没有再去开采了 那么2005年以后 我们又重新发掘到了这个宝山的矿 后来在四川又发生了梁山的南红 这个材料来讲 这种红颜色 应该也属于柿子红的范畴 但也不是柿子红中最漂亮的那种 也达不到 云南的宝山的矿已经封销了 四川梁山也已经全面封矿了 所以呢 未来材料的稀缺性 决定了它这种价钱还是蛮贵的 但是确实长得太猛了 现在它这块长到了什么程度 你是哪年买到200万 我是前年 我觉得300左右 嗯 好吧 谢谢 不大感慌高了 学习的 哦 这小模样倒让我想起 它像哪个妃子呢 那倒不是 那我不知道 你怎么老盯着我让我看妃子呢 这个老男的很多侍女像就这个样子 但是梳子这还是清代的那种猴 而且你说是发廊彩的 瓷的这个造像 我还头有没见过 对 您一定要支持我们呀 我支持你没用啊 那是何大人是吗 你跑过来学习来了 学着自己不会走路了 最后爬着回去 进入到收藏 一定要点击透了再下手买 这才是对的 否则你就跟寒丹学不完 自己也什么也没学到 自己反而都倒退了 你说这是清代乾隆法郎采的 服饰都是清代工廷里面的装束 画的倒是挺细的 淡淡的绿 上面又勾描了云纹 但是有个什么问题呢 这个金彩 如果是真的乾隆的 一定舍得用最好的纯金去描绘 而且很厚 这里不是金 是什么呢 化学金 所以这一点看来啊 这个东西就不是乾隆的了 那么还有点旧样 也不是现在做的 这类东西就是五六十年代 当时为了换万汇 从清宫里面拿出一些样品 来专门复制 然后呢都销往东南亚 还是有点收藏价 有点不错 那它价值现在应该是多少 价值应该不高的 几千块钱应该有的 是呀